哈囉哈囉 大家好 這是安哥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些遊戲內的系統 首先呢 它這個是有花園系統 你可以在自己的家裡面種一些花花草草 然後來取得這些資源 那這些都是你可以去移動它 然後你就可以去移動它的位置 它也有數目可以看 第二個是我們的仆人系統 像這個是我們的仆人 它是一個20等的 你如果點它的話 你可以給它裝備 它的裝備一樣就是 看這個原本它 你 勾引到它的時候 它的血值是多少 它就可以吃多少的 從裝備中拿到多少的力量 比如說這一隻 寫值是87 那我們就可以 從裝備拿到比較高的數值 你看它的力量 會增加 那仆人你說它在幹嘛 它有自己的 那個 棺材嘛 那它睡在 睡在自己的棺材裡面 它的活動是巡邏 那一直等到我們 我們 對它做出這個指揮寶座 我們還沒做出來 指揮寶座是 需要 去 生產的 好 需要鐵礦 我們打到那邊 然後就可以對它做不同的 命令 那我們可以來試一下 比如說 我現在 拿一朵這個 血玫瑰 再去 先變神一下 這樣走路比較快 發現馬不見了 那我們現在拿血玫瑰過來這邊 好 然後把它放進去 那血玫瑰每一分半鐘 它就會生一隻骷髏頭出來 這是另外一個就是 粉墓系統 那你也可以 放這個 埃掉百合 那它生出來就是比較強的死屍鬼 死屍鬼就有機率產生 粉墨 這是五分鐘才會生一隻 那粉墨在這遊戲 這遊戲 就跟銅礦一樣是非常缺的 會有一整個 死屍鬼 你都需要粉墨 可以做這些飾品 甚至裝備武器這些 那你看我是吸血鬼被燒 它就不會 它是人類 像今天這個 骷髏頭生出來了 那它就自己會去 會去殺它 這是 那我們就可以撿到 骨頭 骨頭當然就很有 很有用處啦 骨頭可以 開火盆 或是 做其他的事情 呵呵 好今天就 這邊 這是我們那個種的樹 這也是 一樣 你會發現它是 我們這個種的樹是可以 可以回收 可以移動位置 不等回收嗎 可以 這跟我野外樹就不一樣 我們種的 種的目的0來 因為種子沒有拿到很多 那遊戲當然有它的 天賦系統 我們還沒有開很多 因為 畢竟等級 裝備 裝備等級直到 什麼D嗎 23嗎 應該更高一點 好 就知道 直到23 我記得我昨天應該更高 因為沒有拿武器的關係 拿了武器 裝備等級就變35 要看你的 你的那個 等級是什麼 32 要換成錘子 因為每個武器不一樣 還有不同的那個 技能 像這個武器 就會就會有 像比較 這種武器它沒有第二個技能 只有正常的會砍 如果你到同志的 它就會有第二個技能 除了會砍以外 還有 Q 第二個技能 如果再上去鐵字的 那可能就 需要去找 再下一隻王 這應該是 應該是這個 搶到大王坤石 它就可以做 鐵匠鋪 拿到鐵錠 然後就會有第三個技能 好 大概就這樣 好 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應該要看一下那個 那個 嚕嚕打骷髏嗎 它已經打死了 沒看到 那邊有個骷髏 好 嚕嚕乖 好 今天就到這邊